那個系統學就在負責講這個 optimization 的這一張 那這張其實數學蠻多的 我自己的數學體質沒有很好 就是說如果等一下有什麼講得比較不清楚的地方 大家可以停下來討論 討論 我覺得都ok了 對 那就開始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照著書的脈絡這樣講下來 那八之一呢其實他一開始是講說 machine learning optimization 跟一般的 optimization 到底是什麼不一樣呢 那其實最直接的不一樣呢是 我們在做 machine learning 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想最佳化這個 這個 test set 上面的一個 dose function 但是呢我們並不知道真正的 data 分布會是怎樣 所以說有些時候呢我們想在意這個 performance PE 它有時候是不是這麼好算 是 incredible 的 就是說這會造成我們的最佳化的一些問題 那比起一般的純粹的 optimization 它可能是真正的目標有些變數它是很確定的 那 machine learning 就是多了一些不確定性 那我們可能 最後呢可能是在這個 PE head 這個就是我們 training data 上面的這個分布上面做 training 但是其實我們實際想要的是這個 一般的 PE data 就是實際 data 的解決 比如說上面最好的效果這樣 那 好 那 有點少了一頁 沒關係 這直接講好了 那我們常常用到一個名詞 叫做 surcate loss function 那其實我們有常常在意呢 在 machine learning 裡面 我們是在意 這個 empirical risk 就是我們實際用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到底錯了多少 或是可能實際的分類問題 我們可能就是 01 arrow 或是什麼 但是這些 arrow 通常固定這麼好用 它有些時候是非常難去追加號 因為像 01 arrow 它可能在 1 這個點 它是不可為分的 所以就沒辦法用規定的 descent 這個方法來做 那我們就可以用 surrogate loss function 那在分類問題上面 我們常常用這個 這個 negative log light hood 來取代 01 arrow 那這樣的 surrogate loss function 它有些優點就是 它可能是比較 robust 也可以學得更多 那舉個例子來講 那有時候我們 chain 到一半 可能 01 arrow 已經是 0 了 那可能是分類得很好 但是如果用 negative log light hood 它可能是輸出的一個機率 它有辦法讓你這輸出的機率 變得更可以分辨 如果說本來可能一個機率是 等於兩個 example 一個是 0.4的 positive 機率 一個是 0.6 那你可能用 0.5 當用水手去切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個是 negative 一個是 positive 但是你用 negative log light hood 你用 negative log light hood 你可以把機率再拉開 你可以把 0.4 變 0.2 再把 0.6 變 0.8 所以說就是可以繼續去優化 這是我們的 model 的內容這樣 那在跟一般的 machine 跟 abimai machine learning 不一樣 那邊還提到一個點是 我們常做 machine learning 這些上的 neural network 上 我們可以做 validation 那我們可能 machine learning 的 algorithm 只能去 minimize 這個 surrogate loss function 但是我們做 validation 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觀察 我們在 surrogate loss function 上面的真正的這個 underlying loss function 或者說是 01 arrow這樣 我們可以再 觀察不一樣的東西來 看看我們實際 model做得怎麼樣 那這個有時候呢 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這個 surrogate loss function 可能最後回出來 結果可能 loss很大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 gradient 但是呢 它實際效果還做得不錯 那後面可能會有更確切的例子 跟大家講這樣的結果 那接下來就講 我們最常用到的是 batch 跟 mini batch 這個 algorithm 那其實 machine learning 常常 我們這是最佳話的時候 我們就是定義一個 object function 那在 neural network 常用就是 把 loss function 這個呢 可以定義下來之後 我們把這個 loss function 給在訓練上 做一個 summation 之後得到一個 總和的 loss 這樣 那這邊它是做一個 mle的例子 那可以大家看到 我們用 log 的機率 做一個 summation 之後最後是要 做 argmax 就是在這個 參數方法上面做的最佳話 那我們用 gradient design 的方法呢 我們最後就是 會產生這樣的 gradient 做 gradient design 或是 或是 低度上升低度下降 就是看自己你想做 是做mle 還是做 minimize之類的 那我們最最基本的是 所謂的 bitch 或是這個 determinatory gradient method 那 它也可以說 這是 exact expectation 那它意思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 訓練set裡面上面 每一個 assemble 都去看它 loss是多少 就是計算 每個 iteration 都會計算整個 整個訓練上面 那這個會有來的問題是 這個訓練set 可能非常大 所以你的 summation 的 loss 也是非常好 你的 computation 所以你的 computation cost非常的大 那現在大家流行 大家都知道 最有名的是 所謂的 mini batch 或是叫做 mini batch 的 stochastic 這樣的方法 那它其實是 sample 的一部分的例子 來做 算這個 loss 做來計算這個 gradient 來再更新我們的參數 那這樣的 mini batch 有什麼優點呢 那第一個就是 我剛才提到的 就是很有效率的 estimation 那因為它可能只取 可能幾十個 example 或是可能兩百個 那它這樣比起整個 這個整個 全新的 example 當然是非常的 神實 那它這邊有提到說 那為什麼這樣取 這麼少一件做不錯呢 那大家是因為知道 我們今天可能取 做 sample 的時候 我們如果是 可能一些統計的 觀念裡面的話 我們知道我們 sample 取這個 same deviation 是用這個 valence 差處上這個 我可能取的 sample 數 只得到這個 std 那其實我們隨著這個 sample 數 n 一直變大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std 一定是會變小 因為它在分母 但是它這邊有個更號 所以說你 n 一直變大 其實你不會 std不會隨著 只得到更號 n 的這個縮小 所以說你最後得到的這個 loss 你估計這個 loss的精準度 其實只得到更號 n 的效果 所以只有這個 linear return 所以它這邊簡直寫說 它 less than linear return 那這邊舉實例子 就是如果今天我們有 100個 example 跟10000個 sample 但是一定是比較精準 但是它需要 100倍的計算的 computation 但是呢 它 std 卻只降低了10倍 因為它 因為是開更好 對 那第二個 binibatch 的這個優點呢 通常是講說 我們實務上 我們去做 training 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 我們抽出來這些 training example 其實有很大一部分呢 它們都可以有一樣貢獻度 那所以說如果說我們今天 取比較小的 batch 的時候 它其實是可以降低 我們直接 redundant 我們可以掃一些計算力器 去不用管這麼多 redundant 是這樣 那在做 mini batch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怎麼選這個 batch size 那其實剛剛最直接的是 大的 batch 其實會有比較好的精準度 那它比較耗時嘛 那但是呢 小的 batch 其實會有另外一個優點是 你小的 batch 你的 sample 起來 你的這個估計它的 loss 可能就沒那麼精準 有點像是 沒有那麼精準的時候 好像就有點 loss 在你的 example 裡面 所以就有點像是在做 organization 的感覺 就是加了一點點 organization 加了一點 loss 在裡面的感覺 那這也算是小 batch 的時候 一個優點這樣 那你在其他 你在考慮其他 batch size 的時候 你可能也要考慮你的硬體的規格 那如果你今天有辦法做平行處理的時候 你可能用 multi 過度平行處理 你就可以看看你核心輸入多少 你這樣去優化你的這個運行時間 那可能也要考慮的 memory size 那你 GPU 可能今天不是什麼神卡 有 8G 12G 如果你今天很少的時候 只要考慮一下 你能不能把你的資料 全部都放進這個 GPU 的 memory 裡面 那這書裡面有特別提到一個點說 你今天有 GPU 的時候 你會用這個 2 的次方當作 你的 batch size 會比較好 你的 running time 會比較快這樣 那 neat batch 其實它一個假設是 我們的這些 batch 都是 randoming sample 但是在實物上呢 我們其實不太可能每次做 running sample 因為如果今天我們 data subset 非常大的時候 其實是很耗費我們的這個計算能力 那所以說有人提出用 shuffle 這個方式 那通常 shuffle 呢 就是在每次 iteration 或是每個 part 之前 或是應該說 有些人做法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是在你 training 自一開始 你就 shuffle 一次 你就決定了一個 order 那你從第一個 part 第二個 part 每次都用這個 order 來選你的 mini sample mini batch 那但是一個問題是 其實這樣的估計 在第二個 part 其實已經有點 bias 因為你第一次的 就是第二次的 part 你的 order 是完全跟第一次的一樣 但是書裡面是講說 雖然說已經 bias 了 但是其實這樣的效果 還是會得到一些額外的成效 所以說並不需要太擔心 那其實但是我其實在另外的一些文章 也看到說 我比較建議的方法是 你每個 part 都可以去 shuffle 一次的話 其實就得到更好的效果 那就看大家有沒有這樣的計算能力 去負荷這樣的 shuffle 的這個運算 那正式講一下這個 s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是怎麼做的 那這是大家都知道最常用的一個 machine learning 的最佳號方式 那通常我們也要給定一個 讀定位的這個叫 epsilon k 那我們會有些初始化的參數 那我們就是會設定這個 stop stopping 的 criteria 那可能是 你在 loss function 的大小 你在 ready data 上面是怎麼表現 或是說你今天你對這個 這個實驗比較了解 你可能會設定一個 你多少個 iteration 就可以停了 那就是看自己 這個 stopping 的 criteria 要怎麼定 那 mini batch 其實就是每次這個 forge 裡面 每次去 sample 一個 mini batch 那計算在 mini batch 上面的 loss 那去把它做 summation 之後 算它的 gradient 那更新到這個 gradient 這個值裡面 再去減掉這個 learning rate 再乘上 gradient 更新我們的參數這樣 那因為呢 在最佳號的整個過程 我們最前面用的 learning rate 可能跟最後面的不用一樣 因為你最前面的時候 可能離這個最佳號的點 比較遠 那你可能希望你的 gradient descent 是大步前進的 所以說你的 learning rate 在一開始呢 可能就會設的比較大 但是如果說你在後面 你已經快到的目標了 如果你還設那麼大 就很容易可能 會在你的目標附近 一直跳動一跳動 達不到最好的效果 所以我們通常是用一個 叫 learning rate decay 的公式 來降低你的 learning rate 到你最後達到一個 比較滿意的地方這樣 那因為書裡面其實有提到一些 second order的這個方法 那其實在 learning rate方面比較少用 但是因為他講觀念的時候 是需要帶到的 所以我還是講一下 那像前面我們講的 gradient的方法 其實都只用到一次為分 這個一次篇尾的這個結果 但是有一些比較進階的 當時的牛頓法 或是說 一些我們BFGS 這樣的方法 他其實可能會用到 Hetion Metrics概念 那Hetion Metrics 在這方面 你可能會用的是 我們會試著對這個 cost function 上面的可能不同的 參數去做偏尾 兩次的偏尾 那他就形成 因為是全部N個參數 那你的N尾 就是有兩個 就是N平方 這樣的一個矩陣 那就是有 不同的維度上面的 做偏尾的這個矩陣 那為什麼用second order呢? 因為我們原本的gradient 可能他只用到一次為分的結果 其實他不一定是這麼精準 他可能只考慮到這麼 這個一個方向 那用second order去逼近的 所以我們這個lose function可能是 會更精準 那下一頁有 這個second order的精準 我們說一下 那個Hetion Metrics的特性 因為我們聽說 它是一個symmetric matrix 所以他的 比如說左下角跟 右上角其實是一樣的 對 因為他這個是 像這項就是他對 1 2 x1 x2 這個東西去偏尾 那這邊就是x2 x1 去偏尾 所以說他有對稱的 對著這一個 這個軸 兩邊是對稱 對Hetion Metrics 會是對稱這樣 那這邊就簡短介紹 因為其實我也不能懂 如果有更懂的方向 我可以出來補充一下 那其實在443裡面 其實是有做一些 講到慢一點 因為那個 聲音傳出去都會 斷斷續續 因為我可能是麥克風 你講慢一點 講慢一點 那我們大概講一下這個 二次的這個 second order的Metrics這樣 因為你講太快 那個他們講 有人跟我講說 聽到的聲音都是 對對對對 是喔 是喔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有麥克風在動吧 好 我幫我這樣好了 那我來講一下這個二次的方法 其實說裡面 四字三裡面 是有講到一些細節 包括前面提的這個Hetion Metrics 那其實大家最重要的觀念器 我覺得是 它是用這個太熱展開式 來展開 來逼近這個Lose Function 例如說 今天Lose Function 可能長這樣 就是這一theta 那你今天想再看 這個theta上面的Lose Function 它就是這樣看 它是用太熱展開式 展開0次一次 二次 三次 三次以上它就不要了 那它就看 看這三項 那我們就像做 規定Design一樣 我們就是對這個 Function去做微分 要求一次微分等於0的地方 那就可以得到 劉頓法的更新公司 就長這樣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因為微分這個都不見 那就剩這個 跟後面這一項 那這個二次微分 這個可能這樣乘一層 最後這個Hetion Metrics 求個inverse 最後這個推完這樣 大家可以自己想像一下 對 那劉頓法 就更新公司長這樣 那其實劉頓法 其實實物上 並不好用 是因為 這邊有求一個inverse 那又求Metrics Inverse 其實是非常 是個O三方 這BigO三方的這個complexity 所以說其實實物上 並不好用 所以說 有些人就會用一些別的方法 像說Condricate Gradient 那或是BFGS 它基本上其實都用到這個 二次函數的這個 逼近 用二次函數逼近這個 Loss Function的概念 但是它裡面 細節有點不一樣 那像這個是完全避開 要計算這個Hetion Metrics 那BFGS 它可能是有一個 近似Hetion Metrics的方法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自己去看 因為其實N1 Network 比較少用到這些方法 所以我這邊也 不會去講 就是跟大家提一下 我等一下請問一下 N1 Network裡面的使作 裡面用到 牛頓法的幾乎會高嗎? 不高 對 它後面其實 它後面有講說 就是 牛頓法會遇到一些問題 之後 它其實是有人提出 怎麼用牛頓法 用在那個N1 Network上 但是 並沒有辦法放到 Large Scale上面 可能就能在 小的這個 牛頓法上面做 所以說 一般我們都還是用 一些HD 我是HGD的 後面會講 後面會講 因為 因為我爸之後 其實要講這個 Challenge 針對牛頓法 遇到的問題 那他會提一下 為什麼牛頓法在上面會失效 這樣 那 那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 General的 Optimization 其實是很難的 特別是在這個 Nunconvex的Loss Function 那 它可能上面會有 很多奇怪的東西 就像下面這張圖 那你如果 你單純做 Granding Design 你可能會滑到一些 奇怪一點 之後就跑跑回來 這樣 那 我們Masuring常常做法 就是 我們可能要設計一個 很好的Loss Function 又或者是說 我們加一些Contrain 讓它不要亂跑 那可以看看 那是直接看 有沒有遇到的問題 那第一個是 所謂的 EU Condition 那剛剛會講這個 HationMesh也是有點 因為我要講這個 那大家回顧一下 這個Tiger展開式 那Tiger展開式 用二次筆記 其實是長這樣 那如果 今天我們用一般 的Gradient Design 的方法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更新的這個 更新的這個量 可能就 X-Epsilon Gradient 這樣 那就是我們更新的 這個 之後的點 那我們把這個點 帶到這個Function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展開之後 就是像右邊這樣 那像右邊這樣 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如果說我們今天 你可以看到 有兩個 值是影響我們的結果 一個是前面 這個是負號開始 這邊是正號開始 那如果說 理想上 我們當然是希望 這個負的就非常 負的非常大 那這個就越小越好 所以說我們最後的Loss 就一直變小 一直變小 但是呢實物上 我們可能會遇到 HationMesh它是 EU Conditioning 就是HationMesh乘上 這兩個Gradient之後 會非常大 所以反正你可能 往了這個Gradient的方向 更新了之後 你的Loss function 還是變爆炸 這樣 那 所以其實這也是 未解之謎 那但是呢 我們在實物上 我們可以發現 有些時候 我們可能 Gradient的這個 剛剛這邊的Gradient 這個None 壓不下來 可能會變得非常 非常大 產商在HationMesh 可能變得非常大 但是 即使它 這個是它裡面的一個 分類的例子 即使它可能Gradient 一直在上升 沒有要下降的意思 它的這個Calcification Error 也可以降得還不錯 這樣 所以說有時候 就做就對了 我看完這張就發現 做得對 它雖然提了很多問題 但是它說這個None 裡面也不一定會遇到 可能就是 可是現在就是缺乏一些 理論的證明去證明它 真的不會遇到這樣 那再下來 這個Local Minima 其實也是非常類似的 那我們知道 在Convex的例子裡面 Local Minima其實就是Grobal Minima 但是在None 也就是說 None Convex的Arctimization裡面 Local Minima 就不一定代表是Grobal Minima 而且我們這樣的Deep Model 其實有非常多的Local Minima 那它這邊提到一個名字 叫做這個Model的Identifiability 這樣 那它這邊定義是說 如果今天Model 是這個Identifiable的 那這代表說我們今天 輸入一個圈定的Set 它可以toduce 完全是一個unique的 unique的parameter 但是呢 其實實物上 並不會發生這種事 那它書裡面舉的例子是 因為像我們 可能Input 都會接到我們所有的 所有的低層的Nuron 那其實你只要簡單的做 兩個Nuron的互換 你就可以產生有點不一樣的Model 但是呢 就是這樣一個很簡單的狀況 就產生兩個完全有點 就是實際上是不一樣的Model 就是說並沒有 並很容易是打破這個Identifiability的 那它也把這個叫做 Waste-based Symmetric Problem 那這個Identifiability 會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代表說 我們今天我們有一個 可能有一個點 有Local Minima的時候 其實它在這高維度空間裡面 是十分容易被複製的 所以高維度空間 就像剛剛的例子 你的Unit很容易被複製 可以變成另外 就是一模一樣的模型 那Local Minima也很容易出現在 各種不一樣的組合裡面 那就是會有 總之 其實這邊我們看得很懂 我可以來講一下 總之就是它在高維度空間裡面 有非常多Local Minima 但是呢作者又說 雖然說Nuron的互換可能有很多Local Minima 但是呢 在這個Nuron發現 這些Local Minima 其實都有還不錯的Cost Function Cost Value 所以說 即使它可能不是最佳 但是也還是不錯 所以說其實也不太需要擔心 這個Local Minima問題 那如果說你今天真的很擔心好了 那你其實可以用一個方法來檢定 你有沒有陷入Local Minima 那這邊是檢查這個Gradient None 因為如果你陷到這個Local Minima裡面 你一定是 一定是Gradient一定會變得比較小 就是已經快可能就是最佳 在這個地方可能 演算的本身覺得它最佳還不錯 你才會陷入到Local Minima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是陷入Gradient Local Minima 你Gradient通常不會太小 所以你只要用檢查它的長度 如果說這Gradient不是太小的話 那應該就不是Local Minima 是一個Negative的Test 所以說大概還是這樣 那再來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是叫做SettlePoint 就是安點 那SettlePoint定義就是 Gradient為0的點 那大家可以直接來看下面這個example 那這個example也是為什麼叫做安點的圖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像一個馬安 那如果大家看 可以看到大概還有兩個 你看這個00的點 大家可以看到還有兩個軸 它一個軸是 可以是向上的二次曲線 在那個點上面有兩個 可能有好幾個軸 一個軸是向上二次曲線 可是對於另外一個軸來講 它是向下二次曲線 所以說在這兩個面來看 它一個在一個面 它是Local Minima 在另外一個面 和它是Local Massima 所以說在這個點上面 它的Gradient是0 是沒錯的 但是呢 它並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點 那在這上面 如果我們去計算 這個點的HMesh 我們把它做展開 我們可以看到 Iconvalu其實是有正有負 那代表說 它一個是Local Minima 一個是Local Massima 那這樣的點其實是長發於這個 很高尾度的空間裡面 那我們用兩個最加號的方式來看看 我們會不會遇到暗點 那如果是First Order 就是我們平常用這個Gradient Design的方法 那我們其實是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是在這個Settle Point附近 其實Gradient會變得很小 其實是有機會會遇到的 但是呢 它就說實務上呢 我們 並不太會遇到這個暗點的問題 所以不需要太擔心 那但是 或是因為我們今天用 Stake and Order的方法 也就是剛剛提的一些牛頓法 那因為牛頓法呢 其實就是 大家可以回想看我剛才講的 就是牛頓法其實是 把Nelos幫人 直接去求這個 二次B進 這個Gradient等於0的點 所以它其實很容易是直接跳到這個暗點裡面 那 所以對New Level裡面 它是非常難解決的 因為它直接跳到裡面 它就不一定可以爬出來這樣 那大家 這是一個GoodFillow在他2015年 講這個 就是也是相關Otimization的認為裡面的圖 那這個顏色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顏色 最藍呢 是代表它Lost很小 那紅是Lost很大 那它是從這個點開始 最佳化 那這個中間 最正中間有個紅點 那個紅點代表是一個暗點 那它這個圖其實是表示說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還不錯的 一個初始畫的時候 你常常可以避開這個暗點 不會繞到 就是綠色是Global Minimum 你常常可以繞開這個暗點 不會到這個暗點卡住 而是到一個比較好的Global Minimum的點 那所以說也是勸大家不用太擔心這樣 那接下來會遇到一些問題 就像這個Clip跟Exploding Gradient 那這個常常常發於這個 就是RN裡面 因為這個RN裡面可能是 同一個Matrix 呈好幾次 那它可以 它又有很多參數被影響 那這個現象其實是可以想像成 你的Gradient在某個點求得非常大 你很容易就跳出 你應該要去最佳化的點這樣 那最常用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用Gradient Clipping 那就是限制你Gradient的上下界 例如說你可能Gradient就不能超過30 你超過30就把它定在30這樣 那也超過就是 對對就是這樣 那這個方法也是很簡單 這算也是非常實物這樣 那它另外一個提到的問題 是這個Long-Term Dependency 那其實也是在Week-New-Way Network裡面會遇到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像 如果說我們今天一個New-Way Network 它就只是很簡單的一個 同一個Matrix 呈提一次好 那你今天去對它做一個 Icon-Value的這個Decamposition 你把它拆成Icon-Value 那你就把這個T乘進去 就等於是中間的這個Icon-Value 這個矩陣乘上T四方 那如果說你今天來看中間的矩陣的時候 如果說今天Icon-Value是大於1的時候 因為你乘上T四方 所以你的Icon-Value就可能變得非常大 所以就會可能會強調你的Icon-Factor裡面某一個向量 但是呢 如果說你今天是小於1的Icon-Value 你的這個中間這個Icon-Value T四方矩陣 你裡面就可能變成0了 所以變成說你的gradient就會忽大忽小這樣 那就是說這個也是就是會遇到的問題 那還講說這個大家可以去看 第十章吧 沒有 這是他簡化的一個例子 這是他初古今我們把 就是RN 沒有 就是什麼RN 就是基本RN 他每一層 因為他會下一個跟前面的會有關 所以他一再一再 就是自己一直重複 所以在每一層的那個位子 如果有一個很小一個很大 那就會變化很大 所以如果一直很大很大 因為他會一直連成 越後面會一直連 位子一直連成上去 所以如果位子很 比如他這個case的大一億的話 就越來越來越來越大 最後就爆炸了 Icon-Value T四方就越來越小 然後就歸臉就萎縮了 那他剛剛講 講那個LTM還有後面 比如說Groove還有Gating Neural Network 就是為了解決這個long-term dependency 所以他有所謂的Gate 去控制說 要不要跟以前的 有這麼相close的關聯 來打破這種關係 所以有一些後來發展出來的 一些比較複雜很多的RN 就是要來解決類似這樣的問題 到時候Larry講就會了解 好 謝謝補充 那我們繼續講 他說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會算出這個inexact的gradient 那其實大部分的這個optimization的algorithm 其實都假設我們對這gradient 或是HM是有完整的認知的 這個是 但是實際上 其實我們的extimation 可能是非常噁心 或是甚至是bias的 那我們今天也很常常做mini-batch 而不是說抓整個全點設定上面的loads 所以說也不是一個最精準的gradient 那有些時候他就說 這個objective function 可能是incredible的 我們的目標可能不一定這麼好算 那其實在我們最前面遇到說 可能圖像分類啊 或是文字處理的問題 他並沒有這麼常遇見 那他是說 書後半部實際 更多這種進階模型 會遇到這種inexact的gradient的問題 那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書的後半部 好 那他最後提到的是 就是這個pool local respondents 那這個是講說 我們在最佳化的時候 可能我們是在一個local結構上面做最佳化 但是其實實務上 我們當然想做global上 但是因為這種狼限制我們沒辦法 那有可能是說 我們今天是可能遇到一個平的這個region 那這個region他上面就沒有gradient 他以為gradient就停在這裡了 那也有可能是 我們今天做這個gradient descent的時候 我們太greedy了 可能我們的令位才會太大 他就很容易一直動一動 離開我們想要的這個solution 那又或者是說 他其實最後還是造了不錯的效果 但是他可能會帶我們走了一個很長的路 才到這個結果 那這邊一個很簡單的圖就是 如果說我們今天 我們的點落在這個左半邊 那左半邊很平嘛 那如果說我們他稍微爬上去這裡 他也會覺得說 我們的gradient 好像應該是要往左半部回來 而不是global的右下降這樣 那就是會常常遇到這個 我們在我們只認得local的結構 沒辦法去 去製造整個global 應該是整個最佳化的 那是我講完我的上半部了 對 那他要休息一下 他有講說現在講到怎麼辦嗎 什麼 那校上部會講怎麼辦的意思就對了 欸 怎麼辦嗎 就是對 這邊把前面是講他的challenge 後面是講一些比較實物的 就是一些 除了跟大家常用的一些 最佳方法 除了sgd啊 momentum啊 除了是adam 或是什麼rmpop 之後他也有講一些進階的i-rhythm 可以看看後面能不能 也不一定可以直接解決這些問題 因為我會說 書裡面常常講說 就是現在理論都沒辦法證明說 這些東西是完全ok的 他就知道有可能這些問題 但是沒有人可以理論證明他完全ok 所以說很多時候都還只能用食物的 你去插插看 看看你的結果怎麼樣來決定你的表現 就是看書最後的心得啊 就是順實話講了很多問題大家可能應該要在意 但是食物上都是先試著再說 但也不成功可能再去看看 有可能是什麼原因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 那要休息一下嗎還是 要rolly 還是要可以 對啊 什麼問題都可以討論 或是哪邊不清楚也可以再講一下 先休息一下 那就先休息個10分鐘 沒問題 有問題